欢迎来到旅游私域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旅游的好趣处和当地美食 炒萝卜糕 又名Chitokwe 是东南亚美食中的一道受欢迎的菜肴 这是一种由萝卜糕制成的美味小吃或餐点 萝卜糕是一种由磨碎的白萝卜 米粉和水制成的蒸糕 萝卜糕是切成小方块或小片 用大蒜 鸡蛋等佐料炒制而成 这道菜起源于中国福建省 后来成为许多东南亚国家的一道美食 尤其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泰国 炒萝卜糕有两种 白色版和黑色版 白色版是用原味萝卜糕做的 黑色版是用同样的底料做的 只是加了黑酱油 炒萝卜糕的做法比较简单 首先将萝卜糕切成小方块或小片 用大蒜炒香 然后将鸡蛋加入锅中煮至凝固 这道菜用酱油 鱼露和胡椒调味 一些变体还包括切丁的蔬菜 例如胡萝卜 大葱和豆芽 油炸胡萝卜蛋糕通常作为小吃或配菜 但如果分量较大也可以作为主菜 它常见于小贩中心 美食广场和当地市场 通常配上一团参巴酱 一种辣辣椒酱 炸萝卜糕之所以如此受欢迎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一道全天后都可以食用的多功能菜肴 它是许多东南亚国家流行的早餐食品 经常搭配咖啡传统的东南亚咖啡或茶 它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夜宵 因为许多小贩中心和美食广场一直营业到深夜 除了用途广泛 炒萝卜糕也是一道比较健康的菜 它的脂肪和卡路里含量低 使其成为那些关注体重的人的绝佳选择 炒萝卜糕底也是纤维和维生素C等必须营养素的良好来源 综上所述 炒萝卜糕是东南亚美食中一道深受世界各地人们喜爱的美食 它的简单性 多功能性和健康益处使其成为早餐 午餐 暖餐甚至夜宵的热门选择 无论您喜欢白色版还是黑色版 炒萝卜糕对于任何想探索丰富多样的东南亚美食的人来说 都是必尝的一道菜